欢迎来到新闻追追追 我们一起追真相 追是非 追到底 我是齐凯 我是安右琪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政治评论员胡忠信 主持人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罗志正 主持人 各位观众们 大家好 国民党立委林国正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金兰 大家好 资深政院记者陈离红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我们这问题 追到底的年代调查团 好 朱一伦昨天宣布连任了 结果最新民调出来了 写是什么 他五成五的支持度 大败了游锡坤 那媒体更是一面倒在分析 朱立伦现在是什么 以战养战 他年底是帮国民党 先把基本盘先稳住了 特别只有台北市跟陶宇之外 2016南京还是为了支持 他去选总统大选的 为什么 因为以前在新北市 他打败过蔡英文一次 真的2016两人会在英伦大战一次吗 我们后来观察一下 另外朱立伦宣布这个参选之后 整个南京的四一都大正了 今天朱立伦宣布了 他到台北市也要到桃园去浮显 苹果日报直接用社论讲了 他说朱立伦一个人 可能会直接救了连胜文 也救了胡志祥 一人救两个市 有可能吗 包括什么 说有些新北市多收的票 有些户口 搞不好会迁到其他县市去了 可是这一个人 不以为然 柯文哲就跳出来 他说 参丐靠自己啊 怎么可能产品不好 包装包一包 突然就变好了 他认为朱立伦没办法救连胜文 到底有没有加分 我们好好的支援一下 来 先请右边帮我们追踪一下 好 就在昨天呢 这个朱立伦呢 他正式宣布 他要来参选新北市长的连任啊 好 但是呢 现在他一宣布 接下来大家想问的是 那朱立伦真的 他不能选2016了吗 其实呢 现在就算他已经说出了答案啊 大家对他的疑惑还是没有变哦 怎么说我们来看到呢 朱立伦呢 现在如果真的选新北市长的话 他有极大的机会 他可以连任 但是如果真的连任的话 接下来他要两条路走 第一条路就是坐满四年 等到2020再来选总统 而第二条路呢 就是违背他对选民所说的 他会坐满四年 而是待着参选2016 好 但是你看到朱立伦 现在告诉大家说 其实马总统 从头到尾都知道我的想法 但不只是马总统 好多人都知道朱立伦 就是想选2016嘛 但是为什么你会改变的主意呢 现在反倒是先选了 新北市长的连任哦 这中间到底有瞧了什么 是不是跟马总统有关呢 而让朱立伦心意变得 关键到底在哪里 其实前一阵子呢 发生了很多事情啦 我们就提供两个事件 让大家来参考 来想一想哦 这两个事件呢 到底跟朱立伦 今天的决定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到 第一个事件 就是马金珠来瞧选举 大家应该记得吧 在520的时候呢 马总统被问到朱立伦的事情 他曾经说 他跟朱立伦已经见面了嘛 到时候呢 结果就会揭晓了 诶 果不其然哦 之后就有平面媒体报导说 马总统和朱立伦会面 到底讲了什么 但奇怪的是啊 有两个平面媒体 做出了不同 两个版本的报导 而且这两个版本的结果都不同 我们来看到版本一 版本一呢 就讲到金普聪 是先跟朱立伦会面 接着金普聪呢 他又安排 马总统和朱立伦会面 当时朱立伦很明白的说 他就是要来选总统 马总统也说尊重啦 我放手 但是如果说 你不选新美市长的话 到时候选不好 你要来自己承担哦 不过当时金普聪就劝劝马总统说 你如同出港的大船 要尊重朱立伦 让他来表态 你看到这个版本呢 很明显的又告诉大家说 朱立伦他已经说了 他第一志愿就是2016嘛 而且马总统也同意 亮了绿灯哦 好 这是第一个版本 我们来看到第二个版本呢 确实截然不同的结果 第二版本呢 同样是说呢 马总统和朱立伦会面 但是朱立伦呢 会面之后 他决定倾向于连任新北市长了 而当时还有兰茵的立伦就说了 没关系啦 反正你先选新北市长 当时候你再代职参选2016就好了嘛 你看到这个版本呢 清楚告诉大家 朱立伦第一志愿 似乎要变成了要选新北市长 你看到好奇怪哦 光是同一个事件当中 就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甚至有两个不同的结果 但是这个事件当中呢 跟朱立伦今天的决定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事件 就是马总统有瞧着副主席的事情 我们要时间回溯到4月29号 当时马总统呢 他说他扩大决策机制 让朱好强这三个人啊 都来担任国民党的副主席 接着马总统竟然说呢 他要让吴敦毅来接这个第一副主席啊 而吴敦毅也说啦 马总统找了我好多次嘛 盛情难缺啊 所以就只好接了 好 但是当时大家对这个事件的评论是说 难道是马总统在搞这个 党内的权力平衡吗 恐怖平衡 甚至要让吴敦毅来斗这个朱立伦吗 好 你看到这两个事件呢 其实呢 都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马总统似乎就是在用这个选举来 来搞这个权力斗争 但是目前的结果来看啊 朱立伦他就是决定他要选新北 至今天大家也问到朱立伦啊 说 当初闯了朱来说 这两个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才是真的 朱立伦他今天有回应哦 我们一起来听看 朱立伦说是您这个决定的转折点 然后以及说有两个版本 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管说几个版本或转折点 对我来讲都没有发生过 我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版本 就是做好市政 你的对手游锡坤 说您新政院副院长也没坐满 副院长也没坐满 所以他说您新北市长也不会坐满 有什么回应 我想这些政治语言 不值得我今天来讨论 朱市长他对他自己的生肖规划 这当然是他自己的决定了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评论 谢谢 我为什么要害怕 朱市长作为一个 打算连任的候选人 他提出这样的自我的要求 这是令人钦佩的 他不选的话您选的机会会变大 我没有必要跟你回答 会不会 我的生涯规划没有列这一项 这每个人回答都蛮有趣的 这里面显然有太多他的内幕 特别有两件事情 就刚刚宇伟给他讲的 4月份朱立伦跟金普通见过之后 5月份跟马英九这个 至少确认了一点 不管是猜说什么 先选台北市长去攻2016 或者职攻 基本上就是要选嘛 可是后来出现一个大的问题 为什么吴敦力去接了一个副主席 所以看起来 马英九在这里面是一个布局的 让你们平衡两个人都有机会 他就避免跋脚吗 可是到今天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你看一面倒也 面倒是什么 不管是要不要连任 反正2016 注意人就是会选啊 今年先当领头羊 到了2016 他就变成救世主 今天甚至连媒体都问蔡英文 你会怕他吗 其实先谈一下 今天媒体所做的民调 新北市的民调 跟各位报告一下 民营党自从参与台北线 一路下来 包括台北线时代 到新北市时代的选举 从来没有低过四成 所以你今天看什么 22%的民调 事实上那个是选前半年前 那样的民调坦白讲 到最后选举结果一定不是这样子 有习惯会再冲上来 一定的 因为基本盘绝对不会低于四成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低于四成过 即便在最坏 罗文家选举当时整个所谓民营党的贪腐的 马英九效应 马英九效应等等 所以那时候还是四成 所以不太可能 现在民调二成多 然后到时候还是二成 不可能 所以我们金人牌 一定从这边起跳 四成以上 甚至我们有赢的机会 为什么 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谈 我们要把朱立伦 组绝在新北市 让他不能参选 2016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在这场选举当中输掉 那表演不可能 你说把他打败 不可能 不可能达成吗 一定可以达成 我举个例子 这两个版本什么说 他一开始想要选总统 2016职工 到变成一个不能职工 两个版本看起来不同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相同的 金埔通中在里面 对 金埔通中在里面 如果各位还记得 当时传出来 金埔中要回来接国安会民主长 大家在批评说 他是要回来操盘的 搞这个2014选举的 金埔通那时候怎么讲 他只接国安会不碰选举 结果有没有碰 有 而且碰得很严重 这个所谓的 朱立伦要不要这个训任 事实上只能金埔通 在后面操盘 而且很清楚 两个版本里面都有提到他 甚至要透过金埔通 去向马总统报告 所以他怎么会没有碰呢 他碰得很厉害 我们所掌握的讯息是 金埔通或是马银九 最关心的还是说 马银九不要跛脚 而且2014不能输 因为输马上有逼宫的问题 所以从头到尾 朱立伦说的对了 就选市长 但是不是朱立伦的版本 是马银九从头到尾 就是希望朱立伦选市长 你先稳住了 你先稳住了才有未来的事情 至于能不能选2014那再说 所以从头到尾 只有一个版本就是 金埔通跟马银九 希望朱立伦选新北市长 变来变去是谁 是朱立伦 因为秦市变化很快 包括当时 如果各位还记得 风传媒传出来 他可能在6月中的某个时间发表 要职工2016总统的 结果发现 一个礼拜之后发生北捷这个事情 然后发生意外事件 把他时间给延后了 延后一段时间之后 会考事情又开始乱了 所以整个秦市越来越大不利 加上后来桃园出事情了 这个基隆出事情 让他必须要连任的压力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 他是被逼留下来的 换句话说 一开始他的确想要职工2016 然后最后秦市急转直下 从这个北捷发生事情 他不能说落跑 你是新北市的事长怎么可以跑 然后接下来桃园出事情了 基隆出事情了 让他必须要承载 整个国民党的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最后急转直下 简单讲一句话 他是不得已 才要继续选新北市市长的 换句话说 未来2014的选举 在新北市至少 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进党 对抗内讧的 国民党 国民党 你看这个 昨天朱立伦宣布那个神情之 是 怎么说呢 所以他说马总统应该很乐见 坦白讲 一个想要连任市长 应该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笑容 说我要连任 跟他一个臭脸 相较于他的臭脸 看看那个谁 那个我们的副总统 钦佩 非常钦佩朱立伦 他当然钦佩 对心想多高兴 对比 你看那个画面 那个对比是强烈 我想谁胜谁负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看起来 本来朱立伦第一选择 对不对 进步中已经说了 马总统是大纏出抗 对不对 就放手 他第一选择应该是 2016职工 那后来显然 既然内幕消息看出来是什么 就是桃源发生了 益斯文这个案子 连胜文民调一直掉 是连基隆都出状况 台中也危险 所以等于怎么 朱立伦重新定位了 我不是职工 2016 我先当领条羊 我先把整个局势稳定下来了 2016 我再去攻总统大选 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阴谋 那个转折点其实是非常清楚 就是这两个礼拜 我为什么这样讲 你去看 6月6号 封传媒发布了新闻 金普冲出询 我们看到那个国安会的 这个秘书长要出询 而且是大勒勒的 透过国安局 透过相关单位警政署 还有透过党务系统 发新闻稿 我就是要这样做 没有什么不可以 好 6月12号一个礼拜以后 就看到了封传媒 照样写了一篇新闻稿 就是跟大家讲的 说中间有谁跟马金见面 然后什么大船入港 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以后 联合报跟中时 同样在做这个新闻 也就是说我要讲的是 这除了党政军司法 掌握在马金手上 媒体舆论 在这里面匡线 直接把那个指标性的 这个压迫 我们就事后诸葛来看 确实朱立伦被逼迫 被他就范 被马金逼迫的就范 一定要先临任 新北市要先守住 那这就是这最近 发展的一个状况 否则你看520 刚刚大家讲 马英九说他很快就宣布 没有啊 他有很快宣布吗 没有很快宣布啊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宣布 6月12号我们看到了那个 整个新闻在导向 在猜他是不是要选2016啊 然后是不会啊 什么那样 各种新闻都是绕着他 在转的情况下 6月24号他做了这个宣布 我认为马金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施压 让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朱立伦完全投降 因为你可以选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选这个新北市 但是你不用说我会做完四年 这句话是自己把自己绑起来 我会做完四年 那可见你把话讲得太实 你可以不要讲话 你可以说我要选2012 那我不用说我要把它做完四年 你不用把自己绑在那里 绑这个位置绑四年 然后接着大家说 你不诚信怎样怎样 讲了一大堆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 也搬石头砸自己脚 那他必须要让谁安心 马金安心啊 否则他不用去讲说 我不用 我一定会把任期给做完 所以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从风传媒 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些新闻来了以后 这12天里面的一个政治情势的一个变化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这政治情势的变化里面 你可以看到他的操作 朱立伦非常清楚这个压力 他是6月3号 放出来要给 吴敦益接第一副主席 这个时间点都扣得非常紧 也就是说最后这个月你必须要摊盘 一定要在月底摊盘嘛 那这一个月是最后的摊盘时间 他给吴敦益接第一副主席 是什么事情发生了 是桃源发生了合一住宅的这个事情 这个整个事情包裹在一起 我再问那几箱后来有见吗 69箱 后来辽屋 一四文的小风起来 辽屋生息 你没有看到他到底翻出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也看到他打 打到哪里 打到新北啊 对不对 林口也有啊 这个A7的这个住宅也有问题啊 到最后你看到这一团 这个过程当中包裹在最后 最后立委员必须要宣布 我要选2012 然后过程当中他加了一个保证 我会把任期做完 我再次讲 他可以说我要选2012 而且这个版本我们很早就 今年年初大概就知道 他要先选2012 然后是不是在徐途2016 可是这整个的整个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 瓮中桌边 似乎一个庞大的力量 这样子掐着他脖子 必须要这样讲 然后还讲出了这句 我会把任期做完 所以你看到他有非常大的压力 我讲做完到时候南军还是推着 他说民调最高 人气最高 他还是推着去 我必须说这个过程当中 马金在这一个局当中是获胜的 那以当下解决了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跟难题也把他困在新北 那至于明年 那恐怕吴敦毅自己要想办法突围 以现在这个民调 或是我们长期看起来 那个民调是一直趴着下去打 以TVBS 罗志强在做节目的当中 第一集就做2016猪菜对决 而且那个比数 刚刚好两个人都一样 那个比数一出来让大家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 刚刚好而且都是猪菜对决 所以我必须说 这整个的状况 以现在来看 你可以看出来 马金在处理权力的这个操作上面 是非常的精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狠 那朱立伦感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他必须要说 我要把这个新北市的任期做完 这句话从他的嘴巴吐出来 不过这个立宏 这样看起来金普聪真的是很高招 你看从他回国之后 表面上看起来帮马英九 真的好像解决了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呢 现在感觉上 一面倒的都认为朱立伦一定会赢 然后呢 这个蓝军也是士气大政 可是坦白说 这个选情这个变化万千 也有蓝营的很忧心说 桃园可能在年底前 还有事情 还有弊案要发生 那对朱立伦来讲 未必是件好事 可能这样子一路 可能会也会拖垮朱立伦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怎么看呢 朱立伦出来选 真的是尾音的吗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金普聪厉害嘛 或许啦 我刚私底下来跟金兰在聊 金兰自己也说 因为没有人像他这么敢 是啊 记不记得斯图文 那AIT的台北办事处的主任 现在退休 还留在台北 他就形容这个 维基百科里面形容他 对 在维基百科里头 维基解密里头 他形容这个金小刀是什么 像个流氓 小流氓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金先生是很敢 那政治本来就是 尤其当他掌握最高权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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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他人还在讲究身段 或者是他可能被捏到了 捏到了这些所谓的要害 可能都必要 必须要去就范 因为说实在掌握最高权力 他也掌握了所有人的底细 黑资料 所以你看 为什么朱立伦选择在昨天要来做宣布 我觉得马先生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你想想看 张志军国台办主任到台湾来 确立了所谓的两岸官方六十年来 固定完往返的模式 所以确定了 那你说这在业党敢挡吗 不敢挡 对不对 现在只得靠这个林飞帆 这个陈维廷他们这些 这些赖宗强律师 黄国昌老师 他们在前面带头抗议 好 所以在两岸上 马先生还是有一步一步的慢慢做 虽然被辞职 或被阻挡 但是他张志军来了 在两岸上 这一部分让马英九觉得 马熙会还有希望 那朱立伦呢 朱立伦在张志军来的前一天 就宣布说 好了他选新北市连任 其实我相信马先生 透过这朱立伦的听话 也向北京表达 我还是控制得了台湾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了 我跛脚了 你看 我党内你看 朱立伦不听话 我还是让他听话 好 所以看起来 朱立伦在昨天宣布 也是配合马英九 虽然他昨天宣布的不甘不愿 我今天就来看图说故事 这是朱立伦昨天脸书贴出来的照片 这张照片其实看起来蛮凄凉的 你不觉得吗 是背对的大家 对 是蛮凄凉的 为什么挑这张照片呢 我想有很多意义 你看朱立伦跳到远方 但是他前面的这个窗戈 我今天在听一些朋友在聊 我觉得蛮有趣的 有人说这是十字架 朱立伦面对的是一个 国民党的十字架 他必须肩负起 帮国民党稳住七合一选举 而且这个稳住马英九政权之后 再来从2016 所以这是他的十字架 他等于是 因为本来这是马英九的责任 现在就变成是朱立伦要扛 所以他面对的 这个是个十字架 但是有人说不对 他面对的是牢笼 说这些其实看起来像牢笼 因为你说马金用什么方式 让朱立伦听话 是不是 很多人也会讲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把柄被捏住了 是不是掌握了什么资料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金不松一摊 或者是马英九一摊 你自己看着办 所以这朱立伦鼻子摸了 好不好听话 到底是牢笼 还是十字架 我们就来慢慢看 但是刚刚罗自正 这个罗老师的一番话 其实我要 我要好好地反驳一下 基本上你想想看 朱立伦他直接今天把话讲出来了 呛白了 就是我会四处辅选 对啊台北市也去 陶瓶也要去 我告诉你 连南部都去 朱立伦会成为国民党 今年最重要的一个 辅选要角 各地争相邀请 他们不会邀请吴敦义 他们不会邀请马英九 他们不会邀请江一化 除非江一化是说 你邀请我一次 我给你多少资源 那可能会邀个江一化 或者是马英九来应用 但是我相信 他们喜欢的是朱立伦 如果今天民进党在新北市 有真的这个选将够强 你觉得朱立伦有这个能耐 可以四处辅选吗 正是因为我想朱立伦敢讲这个话 就是看不起游锡坤 你有这个能耐 可以把我绑在新北市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新北市 真的能够歼灭朱立伦 民进党真有这种 这种朱立伦 我跟你说朱立伦不会讲这种话 游锡坤没能耐 但马英九有能耐 接面他 基本上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今天吴先生 真的够强 我想他可以把朱立伦 压在新北市 我认为到了明年 你看吴先生 吴先生你看刚刚那个说 哎呀我没有2016年的规划 有时候真觉得说 为什么很多人会说 这个吴先生是什么白什么 其实我觉得真非浪得虚名 你吴敦毅说 你没有2016年的规划 你是你说什么 你说你自己也不信 对不对 去什么九龙壁 什么一大堆的动作 太太说我们老公有皇帝名 对不对 你今天说你没有2016年规划 我说你自己信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你那外号 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但基本上你必须 我必须讲 我觉得吴敦毅没必 就是往后 他的声望一样起不来 那再如果说今天朱立伦在七二一选区 稳住国民党的选情 我告诉你 马英九终究还是要拜托朱立伦来选2016 尤其你看 今天评论也写得很好 苹果日报的那个社论 评论 他就告诉你 朱立伦选 其实因为胜负悬殊明显 错错有余 错错有余 其实他可以把新北市的资源证 弄到其他的 这些相对起来有拼的这些县市 竞争基业的县市 不是资源证人说签户口 有些户口签到台北市 有些签到台中市 把我们的桃园台中都可以救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 我今天我不知道 我真的我要唱衰一下 这个民进党的原因是 游锡坤 你到时候我认为会输 超过20万票以上 上次 10万 11万 上次蔡英文跟朱立伦差11万 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输超过20万 为什么 蓝军队 蓝军的支持者 对朱立伦是有期望值的 是有期望的 希望他将来 能够代表国民党中大位 请问 绿军的支持者对游锡坤 会有什么期望吗 第二 我自己接触了很多绿营的继承支持者 你说基本盘 没错 绿营在民进党 民进党在新北市同样没有低于四成 但是这一次我看到的游锡坤的危机是 他连基本盘恐怕都维持不了 民进党现在看起来 可能台中有机会 但台中以北 我告诉你 还是一样 但是如果共云党闭案连环爆呢 又继续爆出来的话 不会有影响吗 闭案 不会爆 来来来 那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欢迎朱立伦到全台去跑 不要留在新北市的选情 你要知道 我们常问一个问题就是 朱立伦倒是要拉抬其他候选的选情 还是他被拖垮 你就好好去辅选黄吉泰吧 你就好好去辅选吴志阳吧 你就好好去辅选吴志强吧 好像新北市就是随便你宰割的 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以为说民进党什么都不做 朱立伦 如果你离开新北市 蔡英雄不会来辅选吗 新北市吗 苏贞昌不会来新北市辅选吗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很清楚 包括今天早上 蔡英雄主席就到新北市来 要拉开整个选举 所以选举是一个团队的问题 从基本盘起跳之后 我们并不是完全什么都不做 没有错 候选目前看好 目前情况好像觉得 我们落后很多 可是我认为到了选举 最后关键的时候 政党对决那一块 一定会基本盘一对重选 加上整个团队的运作 我相信结果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国政 其实参计政党就是客气点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朱立伦现在看起来 是被困在新北市 就看他年底选的好不好 他如果变成领头羊冲上去 就有机会选总统大选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很特别 你看记者去赌蔡英雄的时候 是问什么 你会怕他吗 所以大家想再看一次 就蔡英雄跟朱立伦在大战一次 所以2016看起来 两个人的英伦大战是有机会的 可是老讲 这里面有个人非常特别 我们刚刚讲整个布局里面 吉普冲他这样看起来 刚刚又齐讲的没有错吗 真的是厉害 你看他也没有撕破脸 没有伤了和气 对不对 朱立伦还是乖乖的 他出来一方面 自己先把2014这个先守好 有机会自己去攻 对不对 一方面 他也一方的马英九跨脚 看起来是蛮厉害的 我想七个 我先来回顾资政兴 当一个新北市民进党的主委 当然有用高度跟格局跟气魄 这个要肯定 但是他讲了一些论述 我跟资政兴你报告一下 你说新北市民进党不成第四成 国民党在台北市也没有第五成五 但我们也很担忧 连胜他的选情会危机 我想中心就很清楚 国民党在台北市市长 实际的选举结果里面 一对一的我们几乎没有第五成五 但我们还是抱着什么样 很担忧的方式 如你身验如你薄冰 第二个我要来回应 今天参与不是人家问他说 你针对会不会跟朱立伦 在2014碰到 第一个问题是你会不会换 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 他说我们坚决不会换 我们听明白 到今天人家还在质疑 游习坤会不会选到底 其实很多人媒体 搞不好很多人还在意测 蔡英文会不会跳下来选 蔡英文已经说不会换人了 这个很清楚 朱立伦马英九也说他不会换人 不是 胡志强 但是胡志强每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民调差里面都是被人家讲会换掉 这东西里面来讲的话 这些东西里面我想说在政党里面有他的立场 但是我要谈到所谓的朱立伦 其实朱立伦我给他看一个民调 朱立伦不是枭雄 国民党长期来没有枭雄 民进党才有 有那个霸气像阿炳这种枭雄 从T坦的民调里面来看 你看去年12月25号 我们吴吴总统跟蔡英文是输39% 去年12月25号 是 罗志强节目开播第一次就做这个节目了 朱立伦那时候跟蔡英文打成平手 经过四五个月以后 四五个月以后 朱立伦跟蔡英文只输1% 那是台阳华学院以后 只输1%哦 马英九的民调是十几%而已哦 但是什么 新北市朱立伦跟蔡英文对局只输1% 那我们吴吴总统输了27% 所以才会叫4% 所以从小我来看 朱立伦应该是直攻2016 但是什么 从大我来讲的话 你2014垮了 南军垮了 你朱立伦只剩下你一个人 犯人的基层会认通你吗 我再给大家 我去汇整了一个最新的民调 台湾从西班岸 号称沈辖市跟院辖市的 从台北基隆市 5月份的民调 还没有发生最近这些所谓疑似的弊案 那个时候就输7% 现在说延大大超过十几% 那个时候弊案发生之前就输7% 台北市最新的民调T台做出来 连胜友是输14% 我们历史结构里面没有第一百分之五十五 但是做出来的民调是输14% 再来桃园市从赢20几%只剩下赢8% 大家很担忧会不会在下一步还要把那个差距缩小 这是桃园也很担忧嘛 对 接着你看台中市最新的差距最小的是输18% 再来看嘉义市 2月份都输3% 到现在搞不好输的差距好像还输到将近7%到8% 南俄都更不用讲 所以如果这些蓝军的候选人 这些将近一千万的选票 这些所谓院侠士跟省侠士都输了 那这些泛滥的基层不会怪朱立伦吗 一定会 所以在小我跟大我之间朱立伦毫无选择 他不能去想怎么去参选赢得2016 他先去想不能输掉2014 这是他的宿命 吴大哥政治很现实 变化很快的 你看本来民进党那整个民调在各个新的几乎都是赢的 可是朱立伦这个一宣布完之后 看起来有一点点小翻转 所以连昨天晚上连李登位都讲了 他背后就是金普冲在操作啊 你看没有识破人 然后整个气氛慢慢在转了 而且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看起来马英九避免短时间的跛脚了 他当然民调是要冲上来 可是相对你看 一外面吴敦率有机会对不对 看看他民调自己也没冲上来 一外面 也看你志愿人的本事啊 你在721选举 你现在整个状况不好 你有没有可能被领头扬 你如果不只是新北市赢了很多票 整个会稳住的话 就看谁有办法出现嘛 志愿跟吴敦率 一个看民调 一个看显得好不好 清朝有同治时代 是东宫西宫共同统治 中澳民国也有同治时代 就马英九跟金普冲共同统治 所以我跟马进要一起看 新北市古代叫天子脚下 就是要把三大关守住 战略要地 我先把结论讲到前面 昨天延续昨天的论述 2016就是蔡英文VS朱立伦的对决而已 我先讲结论 我再做论述 昨天当然很关键 我引用凯撒的话 命运的甩子已经直出去了 我是指朱立伦 先争取连任再说 也就是旅行 我过去不断引述 朱元璋说的缓撑亡 我自己跟朱立伦 见过两次面 至少在一年内 人也不多 就非常少数 他的幕僚 我必须说 朱立伦 从来对我都没有表态 他要做什么 他会听 他言语会非常小心谨慎 所以我认同他的说法 他说一个版本 我等一下拿给大家看 唯一说朱立伦 要选总统是他岳父高义人 他会大约跟他说 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做欧巴马 我还记得这样说 这个只有首饰 所以以朱立伦为准 好 因为 牵涉到不同版本说 朱立伦今天讲了 这个版本 我认为朱立伦是很诚实的 一年以来 任何有关朱立伦 要参选总统的新闻 都是逼朱立伦表态的新闻而已 真真假假 不用太名就 这是我的观点 那大家请教啊 那为什么昨天早上呢 很简单 张志军要来啦 张志军跟朱立伦见面 不能宣兵夺主啊 还有七月马英九要出国啊 老大不在家里宣布台湾奖 并不是那么礼貌的啦 这两点就光 最后他昨天早上 脸书就要宣布 但是我佩服游锡坤说 看起来朱立伦两晚没有睡 他睡不好 他一定整晚睡不着 早上起来打脸书嘛 所以他是 但今天精神就好了 你看 你看 调录影大家就知道了 好 我为 虽然这样大胆论述 朱立伦现在已经代职参选总统 我为什么这样故意大声地说 他在选总统啦 我引述 踢台过去的不断民调 政治人物排行榜 难例都有 难 我是指国民党 一定朱立伦 在往近平 其他都后段班嘛 不是吗 哪有领头阳不选总统者 好 今天的联合报民调 那更给朱立伦更大的鼓舞啊 55比22啊 这气势如虹啊 什么叫气势 住在北台湾就知道了 笑很郁闷了没有 突然对流语 吓笑 三八糟我好凉 这道理嘛 这对流语啦 好 我今天又把危机解密 好好拜读了 有综艺本 我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 危机解密 台南 首庙天坛啊 就政人公祭天的地方啊 曾经有个算命的时候啊 会 王朱配 王金铭配朱立伦啊 我也听过啦 我也听听而已啦 哎 竟然这个 连朱立伦也是个美国AIT报告啊 连这个算命也要报告啊 多详细 连这个上面都报告啊 好 我要做注解啊 我曾经为查这份新闻啊 我问王金铭长说 哎 那有算命这样说 你有跟朱立伦说 他说没有 我就不要说这个啊 好 好 这算命不重要 但是因为美国每次做报告啊 都有AIT评论给大家听啊 请乌敦义 安前在绑好啊 目前只有47岁 那时候47岁啊 目前只有47岁的朱立伦 是个人气不断上升的政治明星 和潜在的国民党 2016年总统候选人啊 虽然今年是52岁嘛 五年前就报告啊 美国就压他啦 压这个赌注啊 哎 选台湾总统 至少我从李登辉时代了解啊 你如果美国自己撑住啊 不一定会当选的啦 蔡英文为什么上市落选 跟美国不支持 你报告给他缴局有关系嘛 好 讲决论 我为什么说 现在已经就是 朱立伦 VS蔡英文的总统大选 前哨战已经开打了 我只有两个原则 一 政治就实力 谈实力 逻辑感情放一边 第二 我当然不是政治人 我当然分析政治啊 分析政治一定要冷静 理性 透彻 报告完毕 好 哎 看起来 2016大战是期待什么 是蔡英文跟朱立伦 英伦大战第二回合 我们好好去观察 可是老实讲 朱立伦真的能说 从2014这个领头一样 721如果真的浮选好了 自己也当选了 票冲高了 参加这公大会啊 那就得了连胜文 就得了这个桃园线这个险情吗 连胜文都讲啊 我要找他变成个胜利连线 哎 可是有一个人 不以为然哦 你说这么些 朱立伦怎么可能 去帮连胜文加分呢 来 我们好好追一下 先把新北市政做好 那未来当然一定会继续双北合作 那我也会帮连胜文加油 朱市长的这样决定 也一定可以带动 很多我们支持者的这种信心 那么当然我想将来也就会 尽快的找机会来 跟我们朱市长情谊 我想他对我们过去一直走来 都非常照顾了 联合竞选会吗 这个我想我等我去 拜见朱市长的时候 我再来跟他们这边讨论 自己还是要靠自己的 你真的外面 你也不可能说产品不好 包装包一包 这个突然就卖得很好 不太可能了 所以我们看连胜文非常的开心 马上就说要组这个胜利连线 可是会不会像柯文哲讲的一样 其实朱立伦就算母鸡带小鸡 这个作用也没有多大 我们就来看看呢 这个台北市长的这个最新民调 跟着其实TVBS的这个民调呢 现在呢在这个沈复雄加入之后呢 连胜文跟柯文哲之间的差距 已经拉到到了14个百分点 而且连胜文是TVBS民调 有史以来第一次跌破了三成 那柯文哲呢 则是还是维持在四成以上 连沈复雄现在都有15%了 然后交叉分析 我们就来看中立的这一块 这个连胜文只有21% 柯文哲在中立的这一块呢 就将近五成 连沈复雄都有13%了 这个连胜文呢 现在还不到这个柯文哲 支持度的这个一半了 在中立选民的这一块 所以我就要请教这个致政老师 其实坦白讲 刚刚讲到辅选的这个部分 这个朱立伦的辅选 他说要全省走透透 他真的有办法做到 像马英九当年那样的一个作用吗 马英九当年是在选总统 这个朱立伦现在自己 都要来选这个县市首长的这个部分 感觉上位阶是低了一点 那你不要讲说南台湾 北台湾的选情真的拉得起来吗 其实坦白讲 要辅选走透透 先为一群人 就是新北市的议员候选人 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候选人 难道不希望朱立伦多一点时间 在新北市吗 而且一个作为市长候选的人 他要选择走透透 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2010年那时候蔡英文还是党主席 但他因为跳进去 选了新北市市长之后 几乎很难离开新北市 去别的地方辅选嘛 那说是因为两个都很强啊 当时他还有主席的身份 从任何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有正当性要全台湾去辅选 可是因为什么 很简单 现在离大选了多少时间 五个月而已 五个月而已 这次有16加6个地方 就是22个县市要辅选 你看有多少时间 可以全台走透透 如果每个地方可以 有一场两场造势 已经了不起了啦 更不要讲说啊 这个全部也在外面跑 那加上我刚才提到的 整个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方面是国民党 马英九整个执政的包袱 另外一个是部分 尤其北部地区 几个县市现在出了一些 所谓贪腐啦 等等的状况 那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啊 我刚才问了 朱立伦要不要去帮黄景泰辅选嘛 要不要去帮胡志阳 胡志阳胡选嘛 对 胡志阳他已经是要去的 陶渊县 对嘛 好 那去嘛 因为他以前当过陶渊县县县长嘛 对 但问题对朱立伦个人来讲 是加分还减分嘛 对 换句话说 你是要概括承受 所有胡志阳 所出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航空城不是只有胡志阳问题哦 那朱立伦去会不会被质疑啊 对 所以他能不能切割得干净 一方面保持自己所谓 在这个大家之上 领头样的角色 可另一方面又不会被这些人卷下去 所以没有错 他作为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直辖县市长 他有这个责任可能要去辅选 可是他从操作面来看 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全台湾走透透 另外一个 他能够跟国民党其他的 可能出问题的县市长候选 做切割吗 那我问一下 朱市长 你要不要去苗栗辅选 徐耀昌是你们的候选人哦 徐耀昌有什么 判刑九年哦 你要不要去辅选 我们不会质疑他 你们是一体的吗 那我们只要拍个广告 你们都是准备好了 都是这些人 把朱立伦跟这些人都摆在一起 不会出状况吗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没有错 他可能会全台湾走 可是从实际面来看 他新北还是要先锁住 那如果他去别地方跑 对我们来讲很好啊 我们可以专心来攻新北市长 所以我欢迎他到全台湾走透透了 竟然今天 这些人很明确宣布了 特别是北北基跟桃园 他是会去的 那他最关键是哪一个地方 就是连胜文了 刚又起给他看这个民调 连胜文怎么会民调 他里面很严重 他不是只有输14% 里面很严重是什么 他民调跌破三层 而且在各个联名层 在各个行政区 全部都是输的 所以他现在很期待 朱立伦马上去帮他 要省力连线啊 可是你看柯文哲就出来讲了 有吗 真的有办法加分吗 你觉得 你如果产品不好的话 有办法加分吗 最近我碰到 国民党里面的人 他们都知道大船进水 就是连胜文这个状况 真的不好 然后到处在想办法说 帮忙是不是能够帮连胜文 如果连旁边 那个政央已经往外面 都在想办法要帮连胜文 赶快去找相关的人 要来帮他 你就知道这个情况 是非常的严重 那一直在讲 可能会翻船 可能会翻船 所以连胜文的选情 确实是非常的不好 我自己也讲 那时候应该 陈志斌文跟马英九的那个时候 因为你连任 执政连任 他的看好度高 可是他的支持度是低的 最后当然是马英九 挑战成功 那现在也回来看 也是非常奇怪 马英九跟郝龙斌 是16年的台北市长 最大的辅选责任 应该是马英九跟郝龙斌 怎么会落到旁边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北市的朱立伦的身上 为什么会把这个重责大任 放在他身上 而且我所说的这个双层 要来做合并的选举 这个都是老梗 老梗其实没有太大的拉抬作用 其实他只有一个话题 比如两个人站在那里的一个话题 你说真的要靠朱立伦下去帮 连胜文要帮到什么程度 其实那可能性是低的 那我这里也要挑战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朱立伦是与狼共舞 马金芒翅在背 请问他真的能够这样子 所谓的全省走透透 真的能够这样子在选总统吗 我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怀疑 我问一下 今年的股票市场 现在已经要接近9300 超过当初2008年520 马英九的最高点 要回到那个顶点 我们的失业率 从超过4 现在已经掉到3点几 3.83 已经在往下走 他已经在创造一个相对好的经济情况跟环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赚到钱 但是我问了跑财经的相关的人士 他说其实可能散户口袋里会有点钱 所以我要说的是 他在这里的大环境 以现在来看 对于马金在创造的一个经济环境里面 其实有相对好的一个层面 但是政治局势是乱的 而这个混乱的状况 他可能越乱越好 那以刚刚委员在这里讲了 说朱立伦不是肖雄 我也必须讲 当初被桃园县没有做完 桃园县长跑到行政院去当副院长 后来又压着去选新北市长是谁 当然是马金嘛 绝对不可能是吴敦毅嘛 虽然以吴敦毅来讲说是吴敦毅的建议 这次再被压着 请问一下四不过三 你那个挑战性都没有了 一再的被压着在这里面 站在这个新北市 请问他 我请问他 他敢挑战马金吗 所以没有一个 这个挑战的这个勇气 还有后面这个 你看到的背后铃 我不认为 朱立伦在这次选举当中 可以张牙舞爪在这里说 哎呦 我今天是个领头羊 我要把所有的人怎么样 所有的光环都放在他身上 我觉得他不敢 以马金的这个 背后铃的这个压力 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 所有的光环还要给谁 当然给马金嘛 你看他出来都在讲尊马 他从头到尾尊马 到今天来讲说 还在不断的对外喊说 总统马英九应该知道我的心意 总统马英九应该知道我的心意 一直在表忠 一直在表忠 然后还会说出 我新北市要做出四年 我一直在讲这句话可以不要讲 但是他今天被迫要拿出来讲 他后面那个背后铃的那个黑影 压力非常大 所以你说这次的选举当中 大家都说 他要在这里面施展他最大的魅力 我觉得他不会是这样的人 他会是井井慎慎的在处理他自己该扮演的副主席 副主席 而且他不是第一副主席 第一副主席另外有人 那个场面那个场合 做足了面子要给谁 给吴敦毅 只是大家愿不愿吴敦毅去 有没有票房 这是一回事 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搭好的是要给谁的 是给第一副主席的 所以我不认为在这次的 2014的这个选举当中 他有办法去创造他所谓的最大能量 他最好的方式就在 新北市创造 我刚刚讲110万 现在能不能创造150万 如果能够创造150万的那个大选 那个那么好的一个票房 我觉得那是他对他自己最好的一个自保 因为你有实力 你创造出你自己最大的能量 然后把民进党打得头头头头头头 在这里如果蔡英文去新北市 辅选 我们看到的这个游锡坤 还是辅选不出来 那那个过程当中 他就是一个 一种笑话 独立伦的副主席跟主席之战 副主席跟主席之战 你觉得在这里面 他在这里面是不是以小博大 可能性比较大 所创造的能量比较大 立伙 现在这种最重要的观察是什么 这大家记得吗 上次这个 这个朱立伦跟郝龙斌 他们打的是什么 双层合作 什么淡水盒的整治 这个节目什么三环三线 他都是一起打的 那时候是有整个加成的效果 如果朱立伦花了很多时间去搭连胜文 就跟现在 柯文哲去搭这个游锡坤一样吗 这会不会变成 整个连胜文的声势又打起来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是候选人本身的条件 柯文哲的这些话 其实对了一半 候选人还是要靠自己 你没办法靠服选者 来拉抬你 但是呢 他说哎呀 这个产品啊 这个过度包装啊 这个也未必能够卖得很好 柯文哲错了 马英九就是过度包装 但是他卖得很好啊 对不对 他一路在台北市长高票当选 还竞选连任高票当选 他卖了好几次 他总统高票当选 对不对 所以过度包装还是会当选的 那只是因为今天 连胜文的问题是 他包装破绽百出啦 其实不是过度包装 因为他的包装真的是不好看 而且让人家看到 这个朱立伦也没办法帮了 没办法帮连胜文啦 因为连胜文你想想看 好好比台下赛老 真的搞到今天 你说看国民党自己急啊 台北市 连TVS民家做起来 台北市国民党候选人呢 跟高雄市的国民党候选人 是一样的低迷耶 你曾几何时你会遇到这种状况 确实是前所未见啊 但是你说靠着朱立伦 天天往台北市跑不可能 不过我还是要请教国振啦 朱立伦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这个新北市可以摆在那边 全省去走透透吗 他当然就有个风险啊 那就是他自己被拖垮了啊 还是像这个 刚刚这个金兰讲的 其实他最保险的牌 就是把自己困在新北市 你先把新北市票冲高了 自己才真正的有实力嘛 你还妄想拉抬别人 可是谈到这个连胜文的这个部分 其实连胜文的有个态度转折 昨天他很兴奋的讲我胜利连线 可是他今天转了 他今天转了转说 其实我连胜文好像不应该排在前面 而且不知道朱立伦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今天为什么突然有这种转折 你怎么看 我想朱立伦是不是主动要去全台走透透 没有一个候选人说 我没有把每一人站台 没有啦 都是什么 都是人家参选的人 看你的人气指标 刚刚不管是钟信兄 李宏跟金浩都提过 我跟你讲有一个人 当初陈水扁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 就他自己组了一个团队 全省然后负责下去辅选 只有这一柱 所以这个选举大概在 所谓的县市首长的提名大概底定 那六都的议员提名 大概在七月份也要底定 你就看谁 比如说民进党是跟苏贞章挂的棋子多 还是跟蔡英文挂的棋子多 那蓝军提名的候选人是跟朱立伦挂的多 还是郝龙斌 还是江一华 还是武务总统 你就看吧 那这个东西不是说 哪一个人说 我该挂去那 没有啦 都是什么 都是候选的 我自己选过议员 选过立委 当时要敲一些明星级的时间 是大家抢着药 第二个就是说 双北合作 对林胜文有没有帮助 绝对有帮助 第一个 朱立伦现在是媒体追着他跑 媒体追着他跑 所以他的光滑里面 在媒体的曝光度里面来讲的话 一定有他整个媒体的效益 那这些东西 你们就跟民进党在台北市市场候选人初选里面 很多人就在骂 所以媒体是追着柯P跑 所以摇文志里面他们的版面 只是在后面才有新闻版面 这一年来几乎都是柯P的版面 所以谈包装 其实柯文哲是最被过度包装的 谈包装柯P是最被过度包装的 媒体几乎几乎三千宠爱医生 但是他必须了解到 政治的东西 当所有的提名抵定 里长提名抵定 藍绿都抵定了 议员提名抵定 市长首选 候选人提名抵定 接下来是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组织动员了 市长候选人怎么结合议员 结合里长 这三层的力量怎么组合在一起 真正在关键盘里面的输赢 很多是组织动员 忠信兄在这个电台 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很多次 盐宽人选举在整个立委补选里面 民调从来没有赢过 为什么到处要翻盘 你去看云林县的民调 几乎在整个张荣卫家族里面 在过去张荣卫选举民调也很少赢过 到最后里面组织板一开出来里面 选举也是翻盘 所以这些东西里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 就跟赤森兄讲的 新北市从来民进党没有第四成 所以民调不肯15% 不肯22% 国民党在台北市也没有第五十五% 但是现在这个民调 要踢台的民调让我们心惊胆跳 这个选民结构有没有再改变 人民有没有施变 所以我们要补强 我们的组织板更加加强 所以这些东西朱立伦我判断 你如果从现在很多的名嘴都分析 他今天已经开始起跑2016 他没有理由回绝 当整个蓝军提名的政党提名的候选人 希望你站台 在公寓之下 他都有义务帮大家 胡大哥 张志军今天来台湾对不对 民进老师有讲啊 他带自医理啊 他们不去抗议啊 可是还是有些学生去 也爆发一些零星的冲突 这会影响到险情 还要再观察 还要再观察 但是我公开呼吁张志军先生 你今天晚上在台湾 听我建议 请你主动 邀请黄国昌 林飞帆 陈维廷 三位 到你的旅馆来坐下来谈 我知道住这个淡水到哪里 不管住哪里 我去好好谈 你展现一个大国外交啊 张志军是外交官出身啊 你这样做 改变我对你太看法了 要跟不同意见打交道嘛 更寄希望 以不同意见的台湾人民 这才是中共 习近平总书理 人家说他在改变 舒淇这样说 改变的做法 我要谈这一点 我还是要谈到选举 选举很关键啊 回到你的问题 林胜文败相已落 性格决定命运啦 扶不起阿狗啊 不肯人讲啊 讲一下就要反击 扯不住气嘛 你要怪自己喔 林胜文先生 帝保川普花花公子 儒家城都卡到 连城都卡到山洞豪宅嘛 基隆选情 如果是国民党党 我不是啦 赶快换掉黄景泰 征兆 罗志强或杨永明有备胎嘛 我当然不解释刘文雄 我喊话也没有动作 表示没有决心啦 没钱啦 对不对 宋主席先回答我们嘛 没有动作很奇怪 那么好机会 不谈 跟国民党谈啦 桃园 6到8%下去 很难判断谁输赢啊 台中20% 眼眶我一直讲 不要低估台中的红黑 最好那个翻转 那个逆转胜 才厉害 五个打一个 最后就下去了嘛 好 朱会复盘的啦 这是当全国领导者的终极考验 朱立伦必然是南军的领头羊 他培养自己的全国领袖嘛 如果国民党 假设啦 苏几席啦 倒霉字马英九要辞职欸 朱立伦怎么辞 市长不能辞啊 吴江戴衰啊 如果国民党输主席 朱立伦参 朱立伦参 好 如果国民党 目前的颓势 反败为胜 朱立伦不用缺割 收割啊 掏条子买 欸是我扶摇之上 你们要大富国安万岁啊 不是吗 马金智头 朱立伦是必然的性格啦 但是你要把他当一回事吗 我要朱立伦 朱立伦我就把他两个找来说 你们两个退休啊 谢仁浩需要我保护吗 要不要我保护 就像胡特总统保护尼克森 你要保护 光黄四面要保护 一句话嘛 马金听不懂吗 好 这叫形势比人强啦 攻守形势改变 今天台湾就两个太阳 绿太阳叫蔡英文 南太阳就叫做朱立伦嘛 所以已经开始开打了 攻守形势在这里 把这阻调拉住 你再看各种棋盘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我还是请教一下智政老师啦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 马金他其实最大的这个 在选情的操作 就是制造对立嘛 然后现在呢 在朱立伦宣布之后 现在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又来到了台湾 那虽然引爆了冲突之后 可是却也会引发 另外一边的声音起来啊 那再加上之前 这个中国在张志军来之前 还威胁了这个台湾人 说全台湾民 要中国人来决定 所以你认为 这个一阵一副之间 到底哪一个对影响 这个选情的影响比较大 该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马政府或是马金 一向的操作手法 就是制造蓝绿的对立 他们认为整个台湾来讲 尤其部分的地方 包括台北市 蓝绿对立只要一激起来的话 蓝是占优势的 除了这之外呢 他认为两岸关系 对他是有利的 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的政绩 可以留下来 所以对他来讲 两岸关系有突破 或有进展的话 就是他一个历史上的定位 那我们知道张志军来台湾 事实上本来是应该 上半年更早一点点时间 但是因为这个悬疑的事情 所以往后延了 他也担心继续往后延到7月8月9月10月之后 因为离选举近了 会有更多复杂的因素 所以呢 基本上在这个时间点 刚好一个空档 所以过来了 可是我们看到没有 这两天的新闻 包括今天早上的新闻就提到了 我们学生住进的饭店里面 竟然被秦志军冲进去 是啊 把他们赶出去 那干嘛 很清楚嘛 想要过度的保护 这个所谓张志军的结果 造成更多的对立 这个对立他认为 他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担心就是说 在未来两岸关系里面 这样的情况会不断的出现 刚好还有什么 这个两岸服贸协定要讨论啊 然后监督机制要讨论啊 未来会在立法院里面 制造更多的对立 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解决两岸问题啊 是要干嘛 所以制造对选举的利多了 而这个利多就是怎么样 蓝绿基本对立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啊 所以在这次张志军访台的时候 或是未来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有为有所了 也没有特别要求说 这要去制造对立了 或者是说 号召党员上街头要去围堵张志军 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们知道 国民党是要制造对立的 利宏 有可能张志军在四天对选举 或者整个两岸出现什么 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吗 我们本来讲什么 张志军来很好啊 你就都看看 都听听台湾民主化 跟自由化的声音嘛 你猜文都讲啊 代之以礼 他甚至说 不要有对立 所以是要冷静了 可是你看今天早上 在饭店跟机场 还在发生冲突啊 其实我还是要强调 我感谢这个 这些反服貌的这些 老师跟学生同学们 呃 因为毕竟民进党啊 在这一波的 张志军的 这个来访的 这个过程里头 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尴尬 或左支右支 他一方面他知道 他必须要解决跟 北京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 缓和他跟北京之间的关系 也许是他 这个2016年的 最后一里路 必要的动作 但是呢 你要知道说 台湾的年轻人啊 对于这个所谓的 马英九积极在 在这个所谓的推动 这个跟北京的关系 甚至政治谈判啊 是有高度疑虑的 你要知道今天 这个警方 行政人员冲进 诺富顿这个饭店的 这个六四九号房间的 这个过程啊 其实是有 是有 即时的画面 传到网路上的 你知道 三十万人次 在线 在网路 在线上观看 比市族赛啊 还要多人关切 是 其实 这都凸显出来 台湾的年轻一辈的 网路世代 是关心台湾前途的 是 那偏偏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民进党却未必能够 承接这股力量哦 他在这个时候 他显得左之右出哦 那没错 在这个所谓的 蓝绿对抗里头 得力的恐怕会是 马英九 所以 今天你看 除了说 在机场你看到 五星旗飘扬 中华民国的桃园机场 五星旗飘扬啊 结果抗议的声音 是完全被打压 甚至 坐令黑道人士 在警察面前打 台联党的 或者打独派人士 你知道 这个都很过分啊 乃至于 你情治人员 你侵入人家的 这个饭店房间 这个都是 真的是违宪 违法违宪之事 这政府敢做不怕你骂 真的可恶至极 好 但是 他就是要你骂 对 他就是不怕你 他就是这样子 他才能够 去所谓的 藉由蓝绿 恶斗的 这种过程里头 来回归基本盘 各位 还有一件事情 今天你看 经济部长在一个所谓的工商团体的聚会 他讲话 他感谢张富中 义夫当官 哦 对 张庆忠 就是引起三一八学运的张庆忠 那呼隆三十秒 竟然经济部长今天还刻意脱稿演出 肯定张富 张庆忠先生的这种义夫当官的贡献 你要知道说 他们马金体制 他现在就是要 就是要搞对立 好 那反倒是 我必须说 我们今天乐见 我觉得还好有这些反服貌的 反黑箱服貌的老师跟同学 愿意代表台湾人民站出来 这过程里头他们压力很大 包括陈伟廷也被推倒 包括警方甚至要用所谓的侵占罪 去办那些在诺富顿饭店里头的 这些老师跟学生 你凭什么 我必须说他后面有强烈的政治动机 因为2008年 陈云林来的时候 那个红色戒严 我们透过这个陈立贵的相关的录影带 相关的片子再放出来 你就会发现 其实做法是一样的 他在那个时候也是追打 当初也是有一个人 先住进了圆山饭店 然后放下了这个布条 那时候也是一路追打 2008年的例子 可不可以做相关的修正跟处理 可以 但是今天你看他 没有搜索票 竟然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金门踏户的去开人家的房间 敲人家的房间 比如他把房间门踢破 在这里面没有任何搜索票 也没有亮证件 这个做法在台湾 现在大家说 台湾到底是警察还是公安 这个方式的处理方式 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粗暴 好在有什么 好在有手机 好在能够把它拍上来 然后让网路上大家去看 否则就会被黑掉了 你如果没有这些 大家知道吗 不知道 全部不知道 因为没有记者在场 在圆山陈云林的那场 是因为所有记者在采访的现场 看得到那个打 那个斗 那个抓的状况 可是在这个 没有任何的记者在现场 如果没有自己手机这样自保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被发现 会被揭发出来吗 这些人会不会被带到警察局 什么罪名都被他安着 关在里面 那要问 为什么要这样搞 当然就是为了选举 最大的利益 因为你今天看到了 民党在这里面 要走中间理性的路线 他被绑在一个状况 2008年的 陈云林的事件当中 蔡英文受尽了 这个最大的一个伤害 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左之右处的结果就是 马政府在这边制造 中华统一处进党出来了 你就看到台联出来了 两边打成一团 结果该负责任的 在这里面没有看到 那这个状况 最后是谁 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蓝绿对决 两个高峰出来了 当然是马金政府 我刚刚在讲 还有一个经济 他看起来给你了一个 相对好的一个经济状况 在这里面 很多的蓝色选民 会不会归对 我认为会 因为他在这里吃饱肚子以后 他就会归对 不只是张志军 连习近平自己都讲过了 都听台湾不一样的这声音 多元化的 而且对学生 对青年 你们是要多去沟通的 所以刚胡大哥呼吁 张志军这四天 有没有机会 去邀太阳花血运的这个学生 理性去沟通 虽然今天早上有些冲突 可是包括 黄国昌 黄老师 陈辉法 他们昨天在我们节目都讲 他们要的不是什么辩论 或者是冲突 要是理性的这个对话 两边能不能多一点谅解 多理解 然后我们来追一下 昨天他们到底是怎么讲的 来 我不要讲清楚 我们没有反对 我们的官员去跟 我们的官员 去跟中共的官员 任何的接触 但那个接触的前提 是他不能去涉及 这种两岸协议的洽牵协商 就是因为 这所有的协商跟洽牵 都应该要在 这个所谓的公开透明 符合我们的民主机制 在两岸协议建议的 框架底下来 进行这样的会谈 所以我绝对不反对 中国台湾有任何的来往 但这个来往 必须建立在公开透明 人民参与 国会监督的前提底下 这是我们现在的立场 来 郭超老师 没有 事实上 我想大家 只要花一点点时间 去看我们完整的声明 就会知道我们整个 在抗议的对象的层次上 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没有完成立法以前 不可以就两岸互设办事 出这件事情 去进行协议的谈判跟磋商 这件事情 我们抗议的主要对象 正式入委会 正式入委会 我必须要清楚地讲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到入委会前面 上个礼拜去举红盘 是 那第二个部分 对张志军先生抗议的部分 对张志军先生抗议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 他们国台办的发言人说 台湾的前途 必须要有全体中国人 来加以决定 我必须要再讲一次 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中国 看成敌国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在台湾国内 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 但是我们从客观上面的 现实上面来看 现在唯一有用很多飞弹 在瞄准我们的 就我个人浅薄的认识 似乎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还不晓得有哪一个国家 用很多飞弹来对着台湾 那当一个国家 用这么多的飞弹 来对着台湾的时候 我不晓得说 我不把它理解成说 它对于侵略台湾 是有敌意的话 我要怎么样理解 他们部署飞弹 这样的行动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理解他们的想法 是一件事情 接不接受他们的想法 要不要表达我们不一样的看法 那个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如果说今天台湾人民 完全是站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说你们这样的讲 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你这样的讲 我事实上也蛮同情的 那因此我没有什么话要讲 那我就会觉得蛮悲哀的 因为我们台湾在这个地方 我们自己的前途 当人家讲了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们竟然不能去抗议 竟然不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我想就我个人而言 我是不太能够接受 不过我要先请教 我要再补充一下 我刚刚从来都没有讲说 你们不能去抗议 我只是说 要不要动到武力冲突 或暴力冲突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有任何提到武力或暴力吗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因为你刚刚提到说 你担心警察有多少 万一发生 我觉得都是不好的事情 你知道吗 而且基本上 基本上我认为 基本上我认为说 对于中共 我们不是说 我都不抗议你们的想法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说你们当时 用在陆委会的时候 如果力量大一点 大于这次 我会觉得我会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黄博章老师 跟菲环同学 陈慧玲同学 应该去争取陆委会 这样的机会说 我们要跟张志军 当场谈这些理论的谈法 不是说举个牌 我担心举牌 会造成结果是警察为了为安 有可能大家情绪上会高张 我非常不容易 不喜欢看到台湾社会 因为这样的事件 达成结果 没有结果的流血事件 或者有任何暴力冲突 我都不喜欢看到 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争取上 我本来的委员那样的讲法说 我有机会跟张志军讲说 你要13亿人民 决定中国前途 你们13亿先让自己 决定自己的前途好了 这种讲法很好啊 那是用理性 关注才能达到的目的 我不认为去街头 举牌能达到这种效果 我知道黄博章老师 非常努力 我一定也是一样 但我希望你们真的要进入会场 跟他谈判的方式 用谈话的方式 而不是举牌的方式 看那都没有办法沟通啦 朱伟廷真的很难进得去啊 是不是现在 我也觉得 对 我觉得应该这样子 就是说两件事情 其实我刚刚一期 一再重复过了 第一件事情 刚刚黄博章老师说 这个不能直接去举牌啊 所以讨厌 不是说不能 我就说 尽量不要用这种 讨厌街头运动的方式 就是说无法理性的沟通嘛 那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的确对陆委会 我们有两个主要的诉求嘛 第一个诉求 其实是先立法 再谈判 这个诉求 其实我们到陆委会 去讲了两次 或是说你如果要讲 我觉得我们讲的不够的话 这个立场 这个原则跟主张啊 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讲了24天啊 讲了三个月啊 对啊 我要讲一件事情 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 是没有人 没有人天生喜欢去街头运动的 我现在如果明天 没有去王张会的话 我可以回家睡觉 我对 我女朋友的话跟我分手 我分手 我很想 我很想 趕快回家 就是好好过日子 但是没有人天生喜欢去街头运动 那通往 往往都是我们 其实已经寻求各种方式 希望他跟我们沟通啊 没有走 走上这个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 才走上街头运动这条路嘛 所以现在的确 中心就是如此 我们要陆委会去 中止这个谈判 他们不中止 照常宣布 我们要张政君 你不要去跟 王雨琦 谈什么判啊 你要听到这个 所谓三中一清的声音 你就来跟我们辩论 他也回绝嘛 所以这两个东西 其实非常清楚的 我们并不是 闲闲没事干上街头 没有人喜欢 闲闲没事干上街头 走 走投无路 我才做这个事情 我想我在 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我大概讨论的层次很清楚 我把中共的极权政体 跟中国的人民是分开的 那第二个在讨论的层次上 从来没有人去讨论拳头 比谁的拳头大 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是跟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对话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在讨论的都是 民主、自由、人权 这样子的基本价值 那第三个我要说的是说 民主有非常多的形式 在国会当中的辩论 在行政机关当中所举行的 公听会的辩论 乃至于到街头上 都是一个民主的形式 那我比较难想像说 对于民主有一个非常单一化的思考 所以非常单一化的思考 是说 只有在国会里面的辩论 或是只有在行政机关里面的辩论 或只有坐在会议室里面 当中的沟通或辩论 那个才是民主 走上街头的并不是民主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认识 整个民主的概念的时候 事实上 我们要小心的避免是说 就录入一个 一种比较单鬼式的 然后一种比较单向式的 理解民主的内涵 事实上是多元而丰富的 就我个人而言 或者是在参与公民运动的朋友而言 我们从来就没有拒绝讨论 没有拒绝对话 没有拒绝辩论 但是我们事实上所面临到的情况 是说掌握权力的人 他通常不理你 我掌握了权力 我拳头比较大 我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要不然你们要怎么样 就像韦庭刚刚讲的 没有人一天大碗吃饱咸鲜 喜欢花那么多时间 跑到街头上面去抗议 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 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 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用了很多其他不同的努力之后 那这个时候 作为一种民主意见 自由呈现表达的方式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抹灭 或者是贬抑整个街头运动 或者是社会运动